李现这两天因为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而爆红,对于一直努力拍戏的李现来说,这是最好的发展趋势,不过,翻看李现的微博,竟然发现了不一样的她,哼,没想到,你是这样的李现,帅气的李现,相信现在粉李现的人,许多是先从欣赏她的帅气开始的。 讲真,90后的李现,年纪轻轻的,却反而有一种成熟的迷人感,宛如大叔,李现的帅气体现在她的气质上,男子汉气盖上,说实话,现在娱乐圈男明星的脂粉气太重了,李现的出现,正好打破了众多男明星建立起来的粉红泡泡,让观众真正见识了什么叫男孩子,亦或男人。 如果说,李现只是长得帅气,却不有较好的身材,那么,肯定无法吸引更多的女性粉丝的,李现要胸肌有胸肌,要腹肌有腹肌,这才是阳刚男明星该有的样子。 李现红了后,网络上一片现女友,看看上面那张疗养子的剧照,是不是特别羡慕,特别有味道。 果然,帅的人做什么动作都是美的,是可以接受的,李现还是个矫情的家伙,她时常发一些很美的文字,美之外,还特别有哲理,让人有无限的想象。 李现还小,她还有太多太多的空间去想象,去填补,一直很喜欢认真的男孩子,觉得他们才会有成功的可能。 而李现从出道到现在,一直认真又努力地演好每一个角色,睡在我上铺的兄弟,和神,法医情名等等等等,每一部作品,李现都认真对待,所以,才会有这次高飞的机会。 优秀的人是有自恋的资本的,而李现自恋的资本就太多太多了,长得好看,身材又好,演戏还这么好,你说她不自恋,谁自恋? 其实,李现这次爆红,应该说是大量角色后的人气爆发,对于李现来说,要做的是持续走红,而不是昙花一现,李现是丰富的,总有某一个特殊的面,成为吸引粉丝的关键,那么,你是被李现的哪方面吸引了呢?